沾锁房价这个挂里面 青刻板也是没有的 青刻板屋 好 这个 我要去要钱 锁房价取什么为用 锁房价取什么为用 沾了五个动摇 其实不用重新齐挂 五个动摇叫独镜 独镜挂很好看 它那一个镜摇就行了 不需要重新齐 我要收房价 我要什么 我要以财为用 对不对 我目的奔着钱去的 我还要看什么 我要看硬摇 我收房价 我不能凭空收吧 我得找人收吧 对不对 我们来看一下 好 这个财摇硬摇持财 硬摇持财 结果硬摇干嘛了 硬摇入木了 硬摇又寻空了 你看 硬摇持财又入木又寻空 我作为止水 我要去想要去冲这个硬摇 跟人交涉一下 跟人抬一下 聊一下 结果我也入木了 我也入木了 所以这个事情 从占财 房价的这个事情 房价的这个事情 可能不会有很大的结果 对方也不会对你不客气 但他一定会找一些事情 找一些东西推一托 不愿意去付这个房费 这个大概是这样的情况 但是我们没有反馈 没有反馈 好 接着再看 这个不是清刻版的 这个不是清刻版的 这个 这个挂又给他断死了 他说是什么 说挂便回头自客 土壳水 望下他依然是入木 入木依然是入木 望下只能代表这个人可能有钱 能给 但他不想给 他入木了 好 那么土壳水 然后他说了 房价是小 今年诸事予以谨慎 后于四月复周而死 翻传了 死了 此沾此硬笔 神欲告之 令人找之躯弊 古以沾大事即之 起挂起飞 沾小事而应大凶眼 很多人不敢沾大事 不敢沾生死 怕沾生死把自己沾没了 但沾小事 他也可能应大事 对不对 但是能不能是因为一个挂变 回头刻就把人给断没了 我个人觉得还是缺少一点说服的 这个挂像主要是干嘛 挂中白狐鬼 刻誓谣 尘土也刻誓谣 而且誓谣 怎样 入木 变伺火 这叫入木而化绝 入木而化绝 那这些种种挂像 那这些种种挂像 种种挂像都是相对来说比较不吉利的情况 能理解不 都是不吉利的情况 所以说这种挂像的时候 你这个尘土和这个虚土 这两个的力量还是很强的 这两个力量还是很强的 你当下木望 你当下木望 没事 土 木望土须 它没有什么特意的力量 但是当你到 力量变强的时候 它绝于四月 当力量变强的时候 这个力量是不是就厉害了 厉害了之后 是不是就来刻你了 你又入木又化绝了 能行吗 不行 能理解不 这个时候不论冲出木了 这时候不许论冲出木了 这里其实就是两个关来刻它 而它又入木化绝了 这个四火虚土主要是木硬摇的 房价的事情 房价的事情 那这里这个你就不要再去考虑 虚土冲尘土 让这个止水不入木 等等这些你就不要再去考虑 你这样考虑就又开始 妙类有个和尚 和尚在讲故事的循环 没有必要 能理解不 这里甚至有一点点 就是这两个来刻它 就已经是定级凶了 然后止水入木化绝 是属于象 是把这件事情变严重的象 再加上大象回头刻 这三者放在一起 这三者放在一起 才是有这种轻腹之相 轻腹之相 就是给给给给 OK 谢谢大家